加州明年即將開始大麻全面合法化 而業者也極力宣傳大麻的藥用價值 甚至宣稱大麻可以治療癌症 不過在聯邦層面 大麻一直被列為第一類的管制毒品 11月1號 美國食品和藥物監管局 再次駁斥不實的宣傳 明確指出 沒有醫學試驗證明 大麻可以治療癌症 美國食品和藥管理局 11月1號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目前並沒有醫學實驗 證明大麻可以抑制腫瘤細胞 或者促進新的腦細胞生長 FDA警告4家從事大麻銷售的公司 停止製造這些未經證實的宣傳 並且停止銷售 宣稱治療癌症 或者其他任何相關病症的大麻和大麻產品 目前 全美有29個州 可以合法地銷售和使用藥用大麻 同時 聯邦政府仍以第一管制毒品 對於大麻進行嚴格監管 但在奧巴馬政府時期 這一監管權力被下放到各州進行 隨著監管的鬆動 有網站和診所開始推出各種大麻產品和治療方案 其中有業者宣稱大麻可以抵抗癌症 並利用媒體廣泛宣傳 FDA這次針對這些不實言論予以澄清 提醒民眾不要因此而耽誤治療 新潭記者景雅蘭綜合報導